前文在族的書接上一回 話說韋小寶嚇喊芳儀 說要劉一舟做太監 什麼不做都行 不過要芳儀求他 芳儀面紅紅不出聲 穆劍平說 畢大哥 你肯幫人就不用人家求的 這樣才是俠義英雄 韋小寶又耍手又靈頭說 不是呀不是呀 我最喜歡聽別人求我的 愈是好老公老公仔地叫我 我跟別人做起事來愈加有精神 芳儀遲了一陣就說 貴大哥 好大哥我求你了 維小寶板這面說 要叫老公 穆劍平說 你這樣說又不對了 我師姐將來要嫁給劉思哥 劉思哥才是她老公 她說怎麼叫你做老公 不行 她現在劉一舟 路只要喝醋 劉思哥的人是好好的 她越好我越喝醋 越喝越多 哎呀酸死了酸死了 喝醋多過頭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一面大笑 一面捧著那個包袱走出去 反鎖了屋門 帶著四名隨從太監 騎馬去西長安街 吳應雄在北京的御所了 他騎馬背上面 右手又不停地虛擊 還要在這叫 撲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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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幾名太監都不明白它是甚麼意思 他們又怎麼想得到 貴公公這次是奉聖子去發財 當然要將雲南燒鋼敲得煲煲煲響 話說吳英雄聽說陰事來到 連王出來叩頭迎接 將魏少атели接到大廳 魏少yers說 皇上吩咐我 拿東西給你看看 小黃爺 你的膽大不大 吳英雄説 卑子的膽是最小的 不受得客 維小寶笑了 你不受得客? 不過做起事來 認真大膽 公公的意思 卑職不是怎樣明白 還要請公公明示 昨晚 康親王府他自稱在下 今日維小寶奈奉子而來 見到他指高氣揚 忍忍又又覺得不對勁 又一味自稱卑職 維小寶說 昨晚你總共派了幾多名食客入宮 皇上叫我來問問你 昨晚宮外有食客 吳應雄已經聽到消息 突然聽到維小寶這樣一問 驚得他不得了 立刻跪下向著天井 猛地叩頭說 皇上代微臣父子恩重如山 微臣父子就是做牛做馬 也報答不到皇上的恩件 微臣吳三貴 吳應雄父子今天皇上孝死 決無二心 起床起床 慢慢叩頭也不像 小王爺 我給你一些東西看 港元解開包袱 躺在桌面 吳應雄站起來 看見包袱裡頭的兵器衣服 不由得雙手發抖 他說 由內那張口供 見上面寫得明明白白 馬上就奉了平西皇 吳三貴的差遣 入宮行聖 決意殺死清廷皇帝 立吳三貴為主等等 真是不怕你吳應雄機智多變 而不敢嚇到魂不乎體 合聲又跪下 這次呢 是跪在魏小翁面前 他說 鬼 鬼公公 公公 這些血不是真的 微臣父子受了奸人哭害 萬望公公奏 道明聖相 周明 這些兵器都是反賊帶入宮外 圖謀不軌大逆不道 兵器上面 都刻著貴夫的招牌老字號 微臣父子仇人甚多 哪是仇人的奸計 你這樣說 本來也有三分道理 就不知皇上信不信 公公大恩大德 拜託和卑職父子分辨明白 卑職父子的身家性命 都是出於公公所賜 小王爺 你先起來 你昨晚已經送了我一份禮 就好像早就估到這件事 吳應雄本來想站起來 聽他這句話說得那麼重 連王又跪下 只要公公對皇上和卑職父子 否百幾句 皇上性命必定信公公的說話 這件事早就吵開了 索額圖索大人 時衛頭頭多龍多大人 都見過皇上 迴稟了色客的公葬 你知道的啦 這些造反的大事 就算你有天這麼大的膽 都不敢掩著不說的 和你在皇上面前 否發幾句 也不是不可以 我還想 條妙互計 雖然不是十拿九穩 不過九成都可以洗掉你們父子的罪名 不過又很廢事就是了 吳應雄很歡喜 他說全靠公公答救 請起來請起來 吳應雄站起來 一味慢地請安 衛師傅說 這些食客 真的不是你派去的 決不是 卑職正能做這些十惡不赦 罪該萬死的事 好 我和你做這個朋友 就信你這一次 如果食客是你派去的 日後查出來 就害死了我 我一定陪你滿門抄斬不可 公公萬安 你放心啦 決無這件事 那計你看 這些反賊是誰派去的呢 嗯 微震父子仇家好多 一時之間實在很難確定 那你要我在皇上面前否白 總要找一個仇家出來認頭才行 皇上才會信 是 是 家賢為大清打天下 剿滅的伴翼實在不少 這些伴翼的餘黨 都是非常痛恨家賢的 好似李闖的餘翼 錢明貴王 堂皇的餘黨 雲南木家的餘黨 他們一直都懷恨在心 什麼作亂犯上的事都做得出來 衛小寶 說 什麼李闖餘翼 雲南木家的餘黨 這些人的武功路數是怎樣的呢 你教我幾招 我演給皇上看 就說 昨晚我親眼見到的 適合用的就是這種招數 課真價實 絕不會錯的 吳英雄很歡喜 他說 公公這條路真是厲害了 不過 卑職對於武功 懂得的實在很有限 要問一問手下人才行 公公 你請坐一會兒 卑職去去就回來了 港元請安匆匆忙忙進去裏面 過了一會兒 他帶了一個人進來 原來是他手下隨從的首領楊日之 昨晚衛小寶曾經幫他贏過七百兩銀 楊日之上前向衛小寶請安 他表情很優秀 吳英雄當然已經跟他說了原因 衛小寶說 楊大哥 你不用擔心的 昨晚在康親王府練武大出風頭 不少文武大臣都是親眼見的 怎麼都不能說你入宮行釋 我亦可以替你作證 楊日之說 是 多謝公公 就只不過奸人陷害 反而誓誓誓誓誓帶我們去康王府 等眾委大臣做個證人 暗中就令人派人去做那些大逆不道的事 嗯 這樣不可不防 勢子說 公公肯主持公道 在皇上面前幫我們副白 真是我們大恩人 平西王仇家極多 各人的武功加數很雜 就穆王府的武功自成一家 很容易認出來 可惜找不到穆王府的人 不是可以叫他演幾個招式來看看 穆家權 穆家劍在雲南流傳很久 小人還記得一些 我演幾套請公公指點 時刻入宮 帶著刀劍 小人以這套穆家回風劍來好嗎 你會穆家武功啊 那就最好了 劍法呢 我一笑不通 一時都學不會 還是跟你學幾招穆家權呢 不敢 公公力琴毆敗四海揚明 拳腳功夫必定是極高的 小人使得不對的地方 請公公指點 講完站在大廳中間 慢慢地一招一招地打起來 這套穆家權自從在穆英首藏傳下來 到現在已經超過三百年了 歷代都有高手傳人 真是說得是千除百年之作 在雲林認識得的很多 楊日芝雖然對這套權法不擅長 但是武功甚高 見聞廣播 一招一招打出來 真是氣道凝重 招式精妙 魏小寶看到那招橫掃千鈞的時候 讚他 你一招好極了 後來又見到他洗到高山流水 又讚 你一招亦洗得 等他將一套穆家權洗完 他說好極好極了 楊大哥 你的武功真是洗得了 康親王府那些武師 就算是十個打你一個 也不是你的對手 穆家權一詞之間 我也學不到那麼多 只能學一兩招在皇上面前演一下 皇上會叫宮外的武功好手來認 你想認不認得出這些武功的來歷呢 講完 指手畫腳 將橫掃千鈞和高山流水這兩招 照樣洗出來 楊日芝很歡喜地說 哎呀 公公洗這個橫掃千鈞和高山流水兩招 真是心得精耀 適宜的人一見 就知道是穆家的權法了 公公充問個人一見就會 我們吳家有救了 吳英雄猛禁作一說 吳家滿門百口全靠公公救命啊 吳小寶心想 吳三桂家有的金山銀山 我也不用跟他講價錢了 於是作一頑禮他說 大家都是好朋友 小王爺 你還說什麼恩德啊 什麼救命的說話 這樣就太見愛了 而且我是盡力而為 也不知道行不行 吳英雄一美說 是 是 吳小寶將帶來的包袱包起來 夾起來準備走了 他心想 這包東西不要讓他知道 忽然想起一件事 他說 小王爺 皇上叫我問你一件事 這些雲南有個來北京的官 叫做什麼盧一鋒的 是不是有這個人呢 吳英雄打個特了 我心想 盧一鋒只是個芝麻綠豆的官仔 來北京閉見 還沒見到皇上 皇上怎麼會知道呢 就說 盧一鋒是新委任的雲南曲政院之院 現在在京城等候後見聖上 魏小寶說 皇上叫我來問問你 那個盧一鋒前幾天 在酒樓上欺壓良民 縱容奴博打人 不知道脾氣近來改好些帽呢 那個盧一鋒所以能得到 和吳三桂委任做曲政院之院 是使用四萬多人賄賂得來的 吳英雄曾經抽了三千多兩 現在聽魏小寶這樣說大吃啊 他連忙說 卑職一定要好好教訓他 轉頭對楊雅芝說 立刻他叫那個盧一鋒來 先打他五十大板再說 又向魏小寶請了個案 他說 公公 請你啟咒皇上 說 微臣吳三桂知人不明 賤人不當 請皇上降罪 這個盧一鋒立即隔職 永不罪用 請尼部大人令偉然能 魏小寶說 這樣也不用罰得那麼重吧 吳英雄說 盧一鋒這個人膽大妄為 上達天庭真是罪不容諸 日之 你替我拼命打他 是 魏小寶心想 這個盧一鋒都怕沒命了 他說 兄弟現在就回宮見皇上 這兩支橫掃千軍和高山流水 真是要使得恥無恥仰才好 講完就告辭出門 吳英雄在三袖洞裡拿出個大信封 他雙手遞給魏小寶說 貴公公 你的大恩大德 真是這麼容易報答不了的 不過多總管 索大人 以及各位御前示威面前 總是要少表敬意的 這裏有些小小意思 勞煩貴公公代卑職分派轉交 皇上問起來 大家都幫幾句口 微臣父子的冤枉就可以洗雪了 魏小寶接了過來笑著說 要我代你做人情 你這件事不難做 不難做 吳英雄和楊日之公公敬敬送出大門口 魏小寶在繞裡拆了信封袋 看 嘩 竟然是十萬兩銀票 心想 他呀爺呀 老子來個二一天作五先 其中五萬兩銀票 袋了下三袋 其餘那五萬兩仍然放回大信封裏 回到去了 魏小寶先去上書訪見康熙 回品話已經辦妥了 說吳英雄知道皇上聲明 辨明了他父子的冤枉 那麼難以形容 康熙笑著說 這樣也可以嚇他一大跳 魏小寶說 直接嚇到他屁滾尿流 奴才頂住他一輪 說這種事情多數以後還會有 叫他轉告吳三季聽 無必要忠心耿耿報下皇上 康熙一字聽 一字不停地嚇頭 魏小寶說 我等嚇到他夠了 這樣才跟他說 皇上明見萬里 一察識一下他的武功 就估到是雲南穆家的反賊所為 那個吳英雄又驚又喜 歡迎他瘋了 不停地讚頌皇上的姓名 康熙聽了微微一笑 魏小寶掩出大信封 他說 他感激到不得了 我拿了很多銀票出來 總共五萬兩 他說送給我一萬兩 另外四萬兩 讓我分給公內昨晚出過力的各位侍衛 皇上你看看 我們這樣就發大財了 那些銀票都五百兩一張 一百張已經口口一搭了 康熙笑著說 你一個弟弟一萬兩 一世人都花不完 其餘的銀 你就分給侍衛 魏小寶的心想 皇上雖然是姓名 不過就想不到我魏小寶 已經有幾十萬兩人的身家 但他的嘴就說 皇上 我跟著你什麼都有了 要你當然做什麼 奴在一世人忠心事由你 你肯定會照顧我 你五萬兩銀都想給侍衛 我說這是皇上的賞賜 那要不讓他不認窮收買人心 康熙本來不想慕名發賞金 但聽到收買人心這四個字 不禁心中一動 魏小寶見到康熙沉沉沉沉沉沉出聲 他又說 皇上 吳三貴派他兒子來北京 帶來的金馬銀真的不少 見到人就送錢 嗯 我看都未必是這麼好心 天下的地方百姓 金銀珠寶 本來全都當你皇上 吳三貴這個東西霸著魂南 好像魂南和他吳家那樣 康熙沉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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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港元把五萬兩銀票交給他 多龍跟著韋小寶走入書房 向康熙跪下叩頭說 皇上賞賜銀兩 奴才多龍和眾侍衛借賞 康熙笑了笑顏目 韋小寶說 皇上吩咐這五萬兩銀 你拿主意來分 殺賊有功的 奮勇受傷的就分多些 多龍說 是是奴才遵旨 康熙心想 小貴子又忠心又不貪財 認真難得 他竟然把這五萬兩銀 全部賞給侍衛 自己一個錢都不要 不要 他先貸了五萬兩銀 衛小寶和多龍一起退出去 多龍數了一疊一萬兩銀票 他笑著說 貴公公 這些算是我們一群侍衛的一番孝心 請公公上收 這叫賞給小公公 韋師傅說 哎呀 多總管 你這樣講就不夠朋友了 我小貴子生平最敬重的就是武藝高強的朋友 你五萬兩銀 皇上如果是想給民官 我小貴子不分他一萬 都要分八千 是想給你多總管的 你又分一兩銀給我 我亦不能夠收 我當你是好朋友 你都要當我是好朋友 你都要當我是好朋友 是 反賊報的當然是假名 我仔細查一下 仔細查一下 他心想 那隻花雕福寧珠還沒搞定 又送那隻宴科人心珠來 你當我這條皇宮是珠欄嗎 但這個人已經來了 不能夠不想法師打法他 那麼他來到御垂房 看到前老闆滿面笑容的說 啊貴公公 小人那隻花雕福寧珠真是十全大寶啊 貴公公吃了之後啊 你看 神清氣爽滿面紅光 小人感激公公照顧 又送了一隻燕窩人心珠來 你看 港元向身邊的紫 這隻珠是生珠 全身白無 那個樣子好靚的 混在竹籠裡面 韋小寶不知道要搞什麼鬼啊 就搞麥頭 那個前老闆拉著韋小寶的手他說 啊貴公公吃了花雕福寧珠的豬肉 麥薄旺盛果然是大不相同啊 韋小寶覺得手裡多了一張紙 御垂房裡面耳目更多也不變多問 前老闆說 你這隻燕窩人心珠吃法就不一樣了 請公公吩咐下送 在那裡用上等酒粥餵十人 十天之後 小人再來親手炮製請公公你享用 韋小寶揍著眉頭說 那隻花雕福寧珠 已經搞到虛火上升麻煩不堪了 什麼人心珠燕窩珠 不是啦 前老闆你自己吃飯了我撐不住了 前老闆哈哈大笑他說 哈哈哈哈 這些小人一點孝心 以後呢 又不敢再麻煩公公了 講完 請了幾個安退出去 韋小寶的心想 紙條上面一定有字在書 自己西瓜這麼大的字都不懂得一膽 唉 沒有法子 於是就吩咐隨訪執事集役 好好餵那隻豬 自己就回到那間屋 各位 肉之後事如何 請下回分解